中国将在明天1月21号公布2018年全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等等的统计数据 外界十分关注2018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数据 因为在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呈现了放缓的趋势 而这恐怕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列出了需要注意的五个事件 包括中国官方的GDP成长、房地产市场状况、基础设施投资、民间投资 通货膨胀和民意GDP 报道中表示 去年第三季经通货膨胀修正后的中国GDP为6.5% 这是自从2009年初全球金融危机谷底以来成长最慢的季数据 路透社一项调查显示 第四季可能会进一步的放缓到6.4% 瑞银的预测甚至更低为6.2% 若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低于预期 可能会进一步的引发全球股市抛售的现象 相比中国2018年GDP成长了6.5%的目标 有一些独立的经济学家认为 GDP增速更为接近5%甚至更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作表示 他曾经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研究小组的内部报告 由两种测算方法显示出来 中国2018年GDP的增速为1.67%甚至到达了负成长 而除了GDP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重要的数据就是房地产市场 2016年到2018年初 房地产市场的反弹帮助维持了中国的经济强劲成长 但是至今的中国房地产销售 以建筑面基计已连续的三个月下降 11月份下降了5.1% 这是自从2015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与房地产一样的道路、铁路、电力和水利项目的建设热潮 对中国2016年到2017年整体经济的强劲成长也十分重要 中国中央政府鼓励各省政府发行基础设施债券 并且批准了一波新的铁路项目 但截至去年11月份 当年整体基础设施支出成长率仅有3.7% 仅仅略高于9月份的3.3%的历史最低水准 12月持续低迷的成长 可能会迫使中国进一步地加大财政刺激力度 最近几个月 中国官方还不断地强调私营企业的重要性 并且公布一系列旨在支持私营企业的措施以及政策 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能够确实地拉抬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呢? 我们只能够等待明日所公布的数字提供更完整的线索 明镜电视记者李沁瑜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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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上一个触机上出来的